OK,我们来讨论一下10.3的这个练习啊,呃,常见的五脊椎动物,分数不是很理想,有两位拿取五分,啊,这两位还行, 诶,其他同学,我讲了吗,可以看着出来回答的,这个其实,呃,如果你问我啦,要我来回答,我自己其实也提不太起来, OK,所以刚刚现阶段来讲,你先,呃,看,参考课本,呃,先看一下课本,这样子来回答, 然后呢,你就慢慢的记起来了,啊,所以,呃,六分还行啦,啊,这几个还行,那你会看到一分啊,三分,四分啊,这些有点可怜啊,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,我讲啊,好,第一题,下列何者不是五脊椎动物, 鞋子动物,脊皮动物,软皮,软体动物,这些都是五脊椎动物,爬行动物,爬行动物,爬行动物是脊椎动物嘛, 我们记得脊椎动物那五个就很容易了,好,鱼类,两脊类,爬行类,呃,鸟类跟哺乳类,对吧,爬行动物是脊椎动物, 然后呢,哪,哪一个不是腔肠动物,海鬼,呃,海鬼,珊瑚,水母,还有水戏,对吧,这四个是,呃, 呃,腔肠动物,那海胆是脊皮动物来的,OK,海胆是脊皮动物, 下列何者不是扁平,扁形动物,呃,扁形虫是,窝虫是,血细虫,血细虫,血细虫, 血细虫是,沟虫是那个线形动物,啊,线形动物,嗯,哪一个不是线形动物, 那血细虫是,啊,扁形动物,啊,所以这里,呃,沟虫啊,饶虫,回虫跟, 沟虫,啊,沟虫是线形动物,啊,血细虫是扁形的,那哪一个不是软体动物, 沟虫是,蜂虫是,呃,这个,呃,章鱼是,呃,哦,这个反而很多人对,哦, 那因为这个,螃蟹呢,是属于,茄子动物,有脚的,总是有脚的, 应该就是属于茄子动物了,再不然那个,呃, 鸡皮动物勉强有脚啦,像海星,啊,海星算是有脚,那其他的应该都是没有脚的,啊, 软体动物没有脚,OK,哪一个不是环节的,那, 蚯蚓是,马黄是,沙蚕是,这三个都是课本提供的, 我都,我不会给多的啦,就是我们课本有的,我们才考, 然后课本没有的,我们就不要讲了,啊,课本没有,我们再考的话就, 很多啦,因为整个全世界,哦,这么上万种, 我没有理由每个都考嘛,那这个是有脚的了, 对不对,狐公有脚吗,有很多个脚,像狐公跟马鹿, 啊,都是属于这个环节动物,啊, 哎,喂,喂,环节,节子动物,节子动物, 总是有脚的,就要用节子动物,嗯, 在哪一个不是节子动物,哎,昆虫是, 蜘蛛是,蜘蛛是,蚯蚓是,蚯蚓是,环节动物,啊,没有脚了, 哎,有,没有脚, OK,所以这题呢,呃,刚刚开始的时候, 好像给的错了,啊,所以,没有答案, 那过后呢,我就修改了一下,啊, 那我给的是海星,海参,海胆,还有海豚, 那最后当然海豚,呃,就不是鸡皮动物,啊, 海豚是哺乳类来的,嗯,OK, 那选这几个的应该就是,呃,比较早做, 比较早做答,然后呢,我还没有改题目啦, OK,然后呢,下列,何者不是昆虫, 呃,杖了,杂猛是昆虫,呃,蟑螂是昆虫, 蚂蚁是昆虫,然后,呃, 为什么蜘蛛不是啊,因为它八只脚, 其他的六只,六只才是昆虫, 我们最简单,啊,最简单看的方式,啊, 是这样子,OK, 所以这个,很多人,也很多人错这题, 是吗,四个人错,啊, 哎,还行,还行,嗯, 然后我要特别讲什么, 没有什么,OK,好,下列,何者,是正确的, 哦,哪一个是正确的, 哎,哎,昆虫是成员最多的动物, 是啊,是啊,哦,这样我要给两个答案了, 哦,要给两个答案, 它的躯干有分三个体节,头,胸,腔, 啊,这个也对,呃,昆虫没有翅膀, 昆虫有,有些有翅膀的,对吧, 然后,内有骨骼,内没有骨骼, 外有骨骼,啊,外有骨骼, 呃,就这个我可能要给两个答案,啊, 哦,所以,呃,还有一半的, 哦,还有五个人可以夹一分,这样子, OK,所以抱歉了,哦,我没有看清楚, 这个选项也对,啊, OK,所以到这边,有没有问题, 哦,我们可以夹一分钟,